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贯彻声势力竭 继续青筋暴怨 身体力行 隔空发功 欲吻踩场 现在和你否释政治 今天是2019年3月25日 我们的同事要提醒 要告诉那些欲吻射马的会员 要交下个月的费用 有时我看上个月成绩非常好 给电视 所以上个月订户多了很多 对我们的财政状况来说 就是不无小宝的 今时想一想 都会沦落到 你什么靠要寫马经 给马经提示来赚钱 接着来养着台 然后可以在那里发声 吊识共产党 你觉得无论悲哀 但我又想心一层 没有所谓的手段和目的 这种手段也不一定是鼓吹赌博 马会打开门做生意 有时我经过沙田马场 一辆车经过 看到上面火车站 沙田马场那个站 到差不多12点多钟 星期日跑马 这些人好像不知迫回 迫什么都迫进去 我心想大部分人 都是拿钱又给他 还要自己自愿 自愿好了 现在我求求你给钱 好像乞丐那样 求人 他不是的 你真的自动自觉地走进去 捧钱又给你 个个都认为自己会赢 但我计算一条数目 就是输 输的理由就是什么 喂 抽税 马会的行政费 你知不知道 马会的行政总裁 一年多少钱 二千万 如果投注额增加 每年他还有奖金 包括你谭智元 你做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的时候 你的薪金大约是三十万左右 现在你入马会做高职 你的薪金就等于一个double 你想想 都是我们的马迷 贡献给你的 贡献给你的 香港的马迷可以更安心 除了行政费 政府抽税之外 其他那些全是在香港做慈善 公益 有学校 有医院 每年有够钱给一些志愿田看 等等 OK 甚至乎有些大学校社 里面有一些 弄一两栋马会的建筑物 都有 所以这条件就更顺利 如果你马会 是变成一个私人机构 那就糟糕了 它不断去累积财富 你马会有多少钱 你知道吗 还有马会是不受立法会监管的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山头 是吧 所以我们 即是告诉大家 你喜欢赌 或者你有兴趣投注赛马 那我 二十多年前 已经出马经了 我又说过马 我有这些专业知识 是吧 那我就提供一些提示给你 让你赌得较少一点 是吧 或者赢钱 这样 赌得比较少一点 是吧 那你有时就是看彩数 拉云计 我们开了这个用品射马之后 都是赢钱的 除非你狠狠狠狠狠 买那不关我事了 所以最近又 但我有心机拍了一段半个小时的片 有图文的 什么都有 就告诉你 如果最聪明的方法去投注 如果用我来的提示 是吧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呢 其实开了第二季 那我成绩都非常之好 对我们的财政状况 就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希望大家 就继续吧 每次那些人上来给钱 我都跟他说 喂 一元两元刀就在隔大树 可以了 是吧 那我们刚刚礼拜日那一场话 基本上是给五场贴士 尤达给一场 拉拉给一场 我给三场 是五场全中 那这个呢 即是香港给贴士的报纸也好 那些所谓的专家也好 即是这种比率是很恐怖的 喂 跑十场马 在这五场而已 对不对 那好吧 又热又冷 譬如尤达那一场 跑了三七出来 四个 那条Q就不一般的好分 但是也算是赢 是吧 好了 到拉拉 八号就跑第一 其他那三只 二三四 三四重彩都中 虽然热热的 但是你拿着八号做胆 你也是赢的 OK 好了 到我那一场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那只建块联盟 是win 就是好分的 是吧 好了 这一场马呢 我们又中的 中了位置Q 那接着呢 第六场 三重彩 Q 全重 第十场 中条冷的三重彩 冷Q 第九场 拉拉那场 搭这一场 Mati 又中了五元 是吧 那如果你一元两元 那你便有一些 有些 有些斩获了 是吧 四百元一个月 对吧 所以呢 他们提我来 记得要交这个 辱文蛇马的费用 那这个就说完了 OK 到我我都要呼吁一下 那就是 其实呢 我想很多人心底内 都怪 就是去挂责我 为什麽三个星期去了 不是挂责你 那样的人 你还是要偷的 那你一年出去 几个星期 如果你带女儿出去 那你不出去 千万不要说 千万不要说 不要这样说 或者你女友 那你走了 那你便很凄凉 对 那大家有两个解 那另外一样的就是 其实一个人 他做节目 他一路这样做 就慢慢会变成一部机器 是很辛苦 你要出去 就是扩阔一下自己的眼界 比如说 充一下电 看看人家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 人家不是这样的 不是由早上做到晚 人家不需要 就是 不是想着乘楼怎么工的 人家有空可以去一些博物馆 在隔壁室 就是你要有这种 的透气位 去反思自己的那种生活 就是 是不是一种正常的生活 那我又没有价值判断 这件事 可以是这样 亦都可以不是这样 但是呢 就是这三个星期期间 就因为 就是很多人 为什麽你不做这些罐头 那我就没有这种的习惯 我觉得就是做节目 尤其是一周时事 其实应该是紧碟的时事 所以我就不做这个罐头 那有没有人看呢 事实上亦都难找的 那 比如说 我休息了 那么现在就 過幾個星期就單拖 對你來說應付有餘 但現在要再找朋友補充的位置 我覺得對朋友不太公平 基於這個原因 我首先要向聽眾和讀者讀業 亦向毓文字業 走了幾個星期沒有寫文 但儘管如此 今個月我都能夠深入自己的名額 我去做我自己的節目 起碼有一次 亦都在呼籲 我很少跟毓文的做法 呼籲大家交入月份 但今次我也呼籲大家 雖然我今個月偷懶 但希望大家 買Radio的節目 以及我自己主持的節目 繼續支持 這一節我想講講 這本書大家有買的就知道 就是我一個 辱文踢爆說文解字的文字版 因為我做的那個節目 我每次都要寫一篇文 因為有字幕 寫一篇文 其實我預早設計的節目 都是要這樣 會出一個文字版 還有這本書裡面 有個QR曲 你可以看回那段影片 我記得第一集 我是講邏輯的 用這兩個字 邏輯 我講邏輯 其實在第一集 大家已經會看到 整個節目是做些什麼 我又會有些學理的東西 或者解釋一下 一些常用成語的典故 但是呢 一定會跟時事結合的 是這樣的 我那個說文解字 跟一般過去的電視台 看到的那些 成語新解 或者類似說文解字 這類的節目 它是不會講政治 不會講時事 所以我那個節目 就是這樣的 第一集我就講邏輯 那我為什麼要講邏輯呢 講邏輯就是 不是告訴你 我教你logic 這個是一門學問 邏輯 又叫李澤 又推理 推論 這個是屬於哲學範疇 那個思考方法 或者工具 經常說 別人的說話是沒有邏輯的 是不是 這個 這個就是 找回這篇文出來 對不對 好了 現實生活裡面 或者日常的議員 都會說 你這樣說不合邏輯 你說的話沒有邏輯 所以 大家對邏輯 這個常用詞語 是不陌生的 但是 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都會遇到一些很有趣的 所謂邏輯思考的問題 是吧 就是logical thinking 他屬於一種抽象思維 就有別於形象思維 就是說 你藉著概念 推論判斷 去反映事實 這個就叫做邏輯 對不對 那麼先秦時代 也有個名家 也都是 是吧 指非如 因之如之 諾 白馬飛馬之類 這些 如果讀一下欣海綱的著作 或者相關大學 大學裡面 其實這些都是基本的 就是入門的 這些 所謂哲學 研究哲學 這是入門的學科 這些大哥 對不對 但是 我 說明解誌裡面 我就不是說這件事情 我不是說大學課堂裡面 說的邏輯學 邏輯哲學 邏輯謬 而是說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 和一國兩制已經破產的香港 我們說話的邏輯 或者做事的邏輯 就是兩種邏輯 一種就叫做邏輯 一種就叫做中國邏輯 是不是 那麼你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白紙黑字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堅持人民 民主專政 無產階級專政 但是中共的北京市委書記 蔡奇就下令驅逐北京低端人口 那時候我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就出現發生這樣的事 聲色俱例 那就是驅退行動 必須果斷 刺刀見紅 敢不硬 那低端人口 就只是那些無權無勢的 無產階級 那現在高舉 對於習近平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大其 就仍然堅持以工農 為基礎 無產階級專政 在中國共產黨通知下 喂 這些所謂無產階級 低端人口 基層的人 竟然成為被專政的對象 那如果按照這個邏輯 習近平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就是打壓基層 霸凌弱勢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是吧 一國兩制也好 高度自治也好 那香港人的理解呢 跟中國人 特別是中國領導人 藍然北斜的 大家的看法都不一樣 你講你的一國兩制 我們講我們的一國兩制 是吧 九五八八的 那香港人認為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就是港人住港 那中國政府就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就是中央全面管治權 以為香港特別行政居 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 於是呢 我們就要問這個是什麼邏輯呢 答案就是中國邏輯 按照這種中國邏輯 民主有兩種 一種是民主 另一種是中國民主 說得完 那我今天再重提這個邏輯 這個邏輯就是 現在有一種叫做泛民邏輯 是吧 你想想你泛民主派 雙重標準 或者三重標準 是吧 你現在 梁耀忠 歐樂軒 跟朱凱迪 發表一個聯合聲明 人家當晚 旁晚見這個中聯辦王志民 當晚你就這麼快寫起這段聲明 是吧 那你說 如果用共產黨的說法 這不是有組織有計 有陰謀 是吧 幫民進黨去打擊國民黨 現在最擅長紅的人 就是這樣 我都可以說你有目的 韓國瑜可以這樣反應 但韓國瑜沒有 韓國瑜正說 你們自己的事 我不便智悔 是吧 你罵夠他 他都不評論你說的話 那人家屌你了 就是 喂 是很遵守那個分制的分寸 休息一會兒